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打这个邪游 打邪游的师傅在这打邪游 然后下面写着 打邪游8美元 周一到周五 上午7点到下午5点 所以这边是 以前经常是在小说里或者电影里看到这样的情节啊 说有的人 在这 路边擦皮鞋 就在美国这边也看到了啊 这样的 有钱人就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然后 把这个脚展露出来没有钱人就在那 打皮鞋 给别人擦邪游 然后这个 这个 打邪游的师傅没有什么生意啊 所以就在这等着在这看手机 啊 这就是这个 调畅 Het 词 这 这 当 从 我们 这个 阅 一个 正 打皮鞋这个师傅在这站着给那人打鞋油 然后那个顾客坐在高高的椅子上 8美元也可以吧 不知道他还会不会给小费 不知道是不是额外还给小费 如果打一次鞋油8美元也算赚的不少啊 觉得 然后 这个是乞丐 sorry I have no cigarettes 他要烟 冲了要烟酬 这是流浪汗 8美元的话一天如果打 20双能打了吗 20双的话28160 一天保守的算要打20双皮鞋 160一个月呢 4000多美元也行吧 也行 然后在这边 也算是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对吧 在这个大厅里也行吧 看来他打皮鞋还有很多工序啊 不单单是把鞋油抹在皮鞋的鞋面上 还得拿 MAP这样的雷好像是 让他抛光 专业的打皮鞋 对不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